歡迎來到全面進場 4月5日 星期五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香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今天的明報李先知專欄 引述在政商界流傳的一則訊息 特區政府被人說了兩句 就馬上嚇到縮 多名高官連環他見杜拜王子 使得杜拜王子沒有人發怒馬上走人 而新加坡媒體聯合早報的報道就說 一名阿聯由駐香港領事館的前外交官指出 相信這名阿里王子 只不過是杜拜王室裡的一個遠房親戚 未必有大量資金投資香港 在講到之前 首先呼籲告一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今天的明報李先知專欄 是怎樣說的 我的訊息量很大 這篇專欄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特區政府曾經向阿聯由駐港總領事館 確認過阿里的身份 的確是王室家族的成員 認為有關於他曾經做過歌聲的新聞 只不過是屬於話題之作 跟這位阿里是否來香港投資無關 第一 特區政府的核實 原來只是問別人 究竟阿里是否你們王室的成員 這樣就當作通過了 你不用問他 究竟你跟現任王室的關係 是否很密切呢? 還是很疏疼呢? 問多一句也沒有 只是問是否王室成員 黃室成員是萬多有的 黃室成員是有的 只是現任的郵長 也有很多兒子,二十多個 那... 你只是純粹確認他的身份 就是黃室成員那樣就做完了 第二就是 他曾經擔任歌聲這些 問南華早報 這也是他們獨家報導的 他不報出來就沒有人知道 他報出來才是全港都知道 好了 這位阿里在香港期間 曾經出席 特區政府舉辦的 《遇擇香港高峰論壇》 和《世界合一論壇》 並且成為嘉賓講者之一 其中 《遇擇香港高峰論壇》的講者 是由投資推廣處家族辦公室邀請的 當時是以黃室成員來介紹阿里 此外阿里就和其他參與 《遇擇香港高峰論壇》的 是以家族辦公室作為隊長 邀請嘉賓便會平衡考慮 來自中東的阿里獲得邀請 就是合理安排 過程當中 沒有人出錯 他最重要的是說這件事 特區政府上上下下這麼多人 沒有任何人在任何一個位置出錯 總之邀請這個杜拜王子來香港 就算去《遇擇香港論壇》做演講 都沒有問題 到現在這一刻 就是特區政府的立場 他就解釋了 政府不是要投資在阿里的家族辦公室裡面 只不過是邀請阿里出席論壇而已 故此只要確認阿里的身份就可以了 沒有理由要查一下他的身家 故此不認為有盡職審查出錯的問題 這個說法很明顯就是要駁斥《南華早報》 因為《南華早報》的獨家報道 其實《南華早報》過去這星期 關於《阿里王子》的新聞 就做了很多篇獨家的 其中一篇就說沒有做到《deal diligence》 在李家超會見《阿里王子》之前 現在這個消息人士很明顯就是做反駁隊 就說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盡職審查出錯的問題 因為沒有理由要查他的身家 這件事我就很不明白了 因為你說《遇窄香港高歡論壇》 找到的那些人 全部都是來自不同的家族辦公室 每個人都很搭水才是這樣的 你沒理由找一個窮鬼仔進去 或者找一些空心老官 找一些人去混吉 拆白黨去白葬 你沒理由這樣找這些人去 如果你明知的情況下 好了,其他那些 全部都很搭水 唯獨是這個阿里王子 究竟他宣稱說五億美金 現在還未到位 最終會不會有呢? 現在新加坡媒體質疑 他未必有錢 而且人家引述的是 阿聯酋領事館的前外交官 他很熟知 對於國內的事情 不是外面的華人 或者高官 一邊看到王子 就當他很顯赫 是權貴 不是的 他只是在商場唱菲律賓歌 好了 這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他有沒有錢 人家質疑他沒有 那你又說不需要調查他身家 你又未必需要直接問那個人 你做Dulter Regents 你不是直接問那個人 你在外面問的 是收了的 是收了的 那有沒有做到呢? 你認為原來請回來的那些人 你不需要問他有沒有身家 不需要調查的 那我想下次下次找鬼來吧 別人家的家族辦公室 都拿了一億美金以上 才是有資格搞的 隨時人家的幾十億美金 是很搭水的 你請了那麼多人來混雜 我們裡面混了一個 不知道有沒有錢的人在那裡 這樣就黏了他 他又拍照又行的 又撲照了 喂 是有問題的 可能有些人覺得 你下年再搞這個論壇 會不會使得別人的防備 加強了 他都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去的 因為你做一個主辦單位 其實是有一個把關的責任的 你要確保出席這個高峰論壇的 那些嘉賓 全部都拿不上份量 就是說他的身家 這件事是要把關的 不是說確認他是王子就可以了 喂 有些人很霉的 我不是說這個阿里 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底運是怎樣 但外面就傳說 未必有那麼多錢的 這個新加坡聯合早報說 不是我說的 好了 說回那篇專欄怎麼說 消息人士就說 特區政府歡迎所有地方的人士 來香港設立家族辦公室 並沒有設置任何的資產限制 阿里管理5億美元 港府自然歡迎 但即使不是5億美金 是1億甚至乎只有5千萬美金 港府都一樣歡迎 這個消息人士就拒絕評估 阿里來香港投資的機會 但是就說 港府仍然會視阿里 作為香港的潛在客戶 投資推廣處 也繼續跟阿里的私人辦公室有聯絡 歡迎他來香港設家族辦公室 這個時候 黃了之後才這麼說 喂 在這個阿里王子 在漏夜回杜拜說有急事之前 那個禮拜 無論是官也好 或者是媒體 好像在上映一場大合奏 大串連那樣 實際上這件事情 實際上這件事情是誰的了不起 就是那些親建制的媒體 TVB 那些專門找他訪問 現在下架了 我留意到 不知道是不是當沒有採訪過 算了 喂 市民未必想知道 這些消息 這些新聞 那你就夾別人 要知道 那就賣債子 賣通街 市民就知道有這件事情 你威衰 出去招商隱之 招到的 杜拜王子 五億美金 都要大肆鋪張來宣傳 五億美金 老實說 在2020年之前 你不會拿出來說 拿出來曬 笑死人 是不是 但是現在 因為要向中東進發 那也不要緊 那你卖行紙做宣傳 那這件事情 就不是網民 或者南華早報 了起先的 就是你那些親建制的媒體 了起 來講 那些市民被迫聽 那就知道 那現在你又說 他一億或者五千萬都歡迎 你當初不是這樣的 當初說到五億美金 很大 很厲害 現在就退 隨便 有些渣渣就算了 只有五千萬美金 都收貨了 未免有些搞笑 因為開得家族辦公室 門檻也起碼一億 啟動資金只有五千萬 這麼小 那你當初就不要煲那麼大 真是搞事 消息人士說 事件在網上引發的風波 無風起浪 質疑背後有政治操作 有人借機唱衰香港 這件事就有鼓講了 我們一定要把所有的時序還原 3月7日晚上 這個阿里王子就說 漏夜搭飛機回到杜拜 因為他有急事 原定3月8日 搞家族辦公室開幕禮 就說要取消了 要延期了 然後 然後 南華早報就發了一篇獨家報道 就開始說這件事 就有很多揭露 後來很多篇都是由南華早報做獨家的 寫明是exclusive的 南華早報就很厲害了 這幾天都很威風 現在消息人士說 網上那些無風起浪 是有政治操作 是唱衰香港的嗎? 那就麻煩冤有頭債有主了 我想很多人做評論 都是看了南華早報的報導才知道 怎樣唱衰香港 是不是南華早報唱衰呢? 那你問就問馬雲 真是要 好了 那個消息人士說 即使阿里和合夥人這次的表現高調 透過公開宣傳增加他們商業談判的機會 也是商業社會的常見現象 過程當中沒有人做錯 也沒有人違法 但是一般來說 中東皇室的成員 如果他們真的很搭水 就不會這麼高調的 每個人都很低調的 不怕被人飆心嗎? 不怕被人搞嗎? 大哥 越有錢就越低調 越高調也一定另有目的 不用這麼高調呢? 作為一個有錢人 在社會上全都贏了 其他人都不會這麼高調 不是我說的 這也是新加坡聯合早報引述的前外交官說的 我們先看看專欄怎麼說 說過程當中沒有人違法 擔心今次的風波會影響香港的聲譽 尤其是大部分的家族辦公室都非常低調 擔心今次的風波會嚇走人 也不能肯定對阿里的影響 第一,我不認同會嚇走人 該來的資金仍然會來的 如果那些家族辦公室是很低調的 我想一般的市民或者媒體 如果沒有興趣就是報導 其實沒有新聞價值的 就算有些媒體太空閒 逐間家族辦公室走去報導 沒有人看,沒有人點擊 大哥 正常地走去做投資 誰有空閒理呢? 你猜得很無聊嗎? 你猜得這件事為何有兼命呢? 就是因為他一個屈未十離開了 3月8日早上要開幕禮 3月7日晚離開了 之後一連串南華早報的報導 就是這樣才會 因為他本身高調 所以就有人報導 其他那些根本是低調的 這個就是效法 老江江澤民 悶聲發大財 誰有空理他呢? 不會有人理會的 所以我不認為他會嚇走人 另外他說 擔心影響香港的聲譽 正式是多鬼魚 本來無一物 何處也塵埃 誰引戰杜拜王子過來香港呢? 有些人就去見他 那段故不是南華早報 不是那些刻意唱衰香港的人 故意弄你 不是前朝賣地雷 不是有人放招皮 是你自己踩下去的 這是 好了 今次的風波 源於阿里原定在3月8日 那個家辦開幕 突然間說有緊急事務 臨時取消 引發各種的揣測 今天阿里取消開幕禮 也引發出和事件相關不同方面的互相指責 這個值得聽了大家 近日 政商界流傳著一個未經證實的說法 就說特區政府被人說了兩句 就馬上嚇到縮 原先 特首一對一的private meeting 就取消了 原本還單對單跟他見面 主禮嘉賓陳茂波就取消 降級去找陳浩廉 陳浩廉何許人 就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副局長 陳副局又取消了 降到去投資推廣處處長 就是現任劉凱旋 然後處長也不來了 人家 就是杜拜王子 才沒有引發生氣 馬上離開 這就是一個說法 另外一個消息就說 3月28日的開幕禮 主要是由香港中東經貿協會會長沈運龍 出面來邀請賓客 但是沈先生請不到人 導致沈先生和阿里王子 出現了嘴如 就是兩方面不咬嚴 意見不合 兩方面 沈運龍和杜拜王子之間 阿里一方於是決定要取消開幕禮 投資推廣處接受明報查詢的時候 就確認 處長劉凱旋曾經獲邀出席3月底的開幕禮 這個確認就是他獲邀出席而已 他沒有確認他會應邀出席 大家要留意 好了 那我們續樣去看 第一個說法就是 特區政府被人說兩句就嚇到縮了 其實在公開層面有人說兩句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當杜拜王子真的離開了 那個家辦開不成了 就是3月28日之後 在公眾層面才有人說的 但是你不見他 就不是3月28日之後發生的事 是3月28日之前就已經不見他了 而且你說那些主禮嘉賓降級 你本身的活動是在3月28日搞的 後來搞不成 杜拜王子一走了之 這些降級 就是你自己來去降的 那何來被人說兩句就嚇到縮呢? 所以這個說法我認為是不合理的 你說特區政府是否 這個特首是否取消了跟他見面 或者這個主禮嘉賓是否有不斷降級呢? 我相信的 因為後來沈運龍確認了 那個開幕禮的嘉賓是有降低的 而且那些官員還答應了那些又掉底的 那我相信政商界流傳這個說法 但是 你特首不去一對一見 杜拜王子 以及那些主禮嘉賓降低 或者降低 就不是說外邊的公眾 網民 網媒說兩句你就嚇到縮了 而是他們說之前你已經是縮了 那是不是 是不是內部聞到一些糯的味道呢? 是不是有些不對勁 於是就做了一個這樣的反應呢? 你不可以賴別人說兩句就嚇到縮 因為在別人說之前你已經縮了 這個來人尋味 是不是有人做漏了事情 當然現在那個消失人士 走出來就說沒有做漏事情 沒有做錯事情 但是為什麼原本安排了一對一見面取消呢? 然後那些主禮嘉賓又不斷降低 然後還要降低 那當然是特區政府內部 他收到一些關鍵的訊息 關於這件事 或者是關於這個杜拜王子的 而外界當時還是不知道的 所以就不要說 外邊說兩句就縮事 不關外邊說兩句就縮事 至於沈運龍和阿里之間 是不是有不妥當呢? 還是怎麼樣呢? 我們看看沈運龍自己怎麼說 他今天在商台節目 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回應事件 他就說 原本真的有很多官員 答應出席這個家辦的開幕禮 不過之後香港就發生了很多事 有些又病了 有些又中了招 出席的官員有所改變 才被人感覺是降格的 王子那邊可能覺得不舒服呢? 然後沈運龍又補一句 沒有時間也正常的 不至於有任何爭執 他又是說 香港發生了很多事 就是人們說你這件事 3月28日那個王子的家辦取消之前 取消開幕之前是沒有人說的 這件事 是南華早報撩起來先說的 他做exclusive做獨家 所以不要再說 因為那些市民在這裏說 搭雞棚 有人在這裏打 於是那些官員就說 降格不出席 不關事 不關事 是因為他們本身降格 是降了格 後來這件事才會再爆出來 要搞清楚這個時序 不可以這樣和氣泥 我覺得 不然就會說到亂了 是你們自己有些人 可能是收到不知道什麼風聲 於是那些官員又不見了 又降格又如何 是這樣的 之後才爆發到公眾 才知道這件事情的發生 沈運龍又說到 阿里王子也很想在香港落地 要將香港和杜拜拉近 推動旅遊 我覺得這些都是門面的 這句就關鍵了 他說想看到香港也有空鐵 又是關中堂空鐵的事 誰不知被人批評這樣 那樣又說利益衝突 於是 南華早報又如何報道不對 又說有很多反政府Youtuber 指責他搭雞排騙香港 所以就要發聲明澄清了 他又說到 這次是阿里王子第一次來香港 要設立家族辦公室 家辦的副主席麥伊瑞 有基建相關的經驗 香港中東經貿協會 就介紹這位麥女士 給王子 出任這個家辦的副主席和首席執行官 但是呢 對方沒有舉辦活動的經驗 所以協會才會協助對方邀請嘉賓 他強調阿里王子是有心來香港的 對香港也有好處 希望發放多些正面的訊息 講來講去 這個麥女士 其實就是中堂空鐵那邊的人 他的身份是重疊的 大家留意一下其他家族辦公室 其實他們的高層組成 就很少說大家約出來見一次面 然後呢 嘩 我杜拜王子對你那個空鐵又很有興趣 於是一拍即合即刻找他做了 大哥 這個不是拍電影 不是拍劇集 你以為這是一見如故嗎? 在說 你搞談價值五億美金的家族辦公室 你找個首席執行官 你是不是也要清楚知道對方的背景 或者是否可信 可靠 是不是也要查一查他 就不是說 即場在見面那裡 第一次見面 就立刻說 你引戰他 然後 《明報》的《李先知專欄》 就是3月中的一篇 就說 是你負責穿針引線 是不是 那 就是很少 其實都聞所未聞 但是就發生了 在杜拜王子的家族辦組成 原來他的高層是這樣找回來的 然後 後來HK01的報道就說 原來這家中堂空鐵 在大陸就被最高人民法院列為 是一個失信公司 這個中堂空鐵在四川也是爛尾 這個大家都知道 原來杜拜王子搞家族 找那些高層 這樣嗎? 烏射射的嗎? 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 可以立刻立場地拍板 所以為什麼會有很多人質疑 那些質疑很合理 因為一聽起來 覺得是不合理的 有沒有這麼合拍 一見就立刻 哇,我給你做了 真是搞笑 我們看看新加坡聯合早報怎樣說 這也是很值得說的 因為他們 有點堅了 這次又是笑死新加坡 因為特區的官員經常走出來說 我們在家族辦公室方面 比新加坡更威風 現在不方不威風 威人威威不自威的威 聯合早報的報道就說 有不願意透露姓名的 亞聯酋駐香港領事館前外交官就說 他曾經在香港接待過 不少的亞聯酋王子 因為他們本身很多的 他們家族凡顯得真的很厲害 幾個老婆 好了 他說那些亞聯酋王子都很低調的 這個前外交官就相信 那個阿里 只不過是杜拜皇室的一個遠房親戚 未必說有大量資金投資在香港 這件事也是很關鍵的 人家作為一個前外交官 他接待過這麼多的王子 哪一個是有份量 哪一個是搭水的 他大概是有料收得到的 這個絕對我會相信他的說法 你做官那麼久 沒理由不知道 那些皇室成員 哪一個是猛料 哪一個是流料 問題就是今次這壇事裡面 究竟哪一個引戰阿里比達區政府呢? 是不是沈文龍呢? 就算是沈文龍引戰給特區政府 那特區政府起碼要查一查他 原來按照政府的立場就說 不用查他 究竟有沒有多少身家 不認為有盡職審查出錯問題 確認他是皇室成員就可以參加了 這樣很糟糕 其實這個世界還有很多皇室 又不丹 你不找他 這個世界還有很多皇室 你不找他成員 托著臂說他是 那你可以找他去遇責香港說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很搞笑 喂 人家這個你起碼去收一下料 是不是 藍華早報都懂得去找這個 阿聯酋領事館去問 聯合早報都懂得去問 那沒理由 你特區政府怎麼會不做這個過程呢? 是不是 為什麼這麼大意呢? 是不是太急了? 你操資過急 很心急要告訴別人 你去中東招商引致很成功 之前走那麼多次出訪 不是留的 不是白做的 講完那些不知什麼 什麼去中東 吸資金的事情 是真的做到的 要展示一些功勞 公職出來給別人看 是不是太急了? 所以就 隨便有一個有執租 戴著帽子 是中東告訴你 是皇室的 是皇室成員 那你就相信他 相信他 那就糟了 沒理由 人家聯合早報都收到的資料 你收不到 我覺得不合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